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题 这套题考察在能试这个指定周期 我们知道我们讲指定周期又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取指、见指、执行和中断 那见指的话是指取操作数的有效地址 这里大家一定情况要记得 很多人很容易把见指理解为取操作数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的 那见指他做的是取交操作数的有效地址 然后真正取操作数是要在执行阶段才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指定周期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主存取出一条指定并且执行 这种一个周期 而不是单单只是执行一条指定的周期 所以这种ABC选项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B选项排除掉 A选项也排除掉 所以这种真正答案呢 选择这个C选项 那我想应该没有同学会去选到时钟周期 我们知道指令周期由四个机器周期构成 那这四个机器周期呢 每个机器周期又分别有许许多多的时钟周期构成 那这个时钟周期是我们CPU工作的最小时间单位 这要题讲解结束 了解词 啊 啊 哦 啊 谢谢观看